关于这次以巴冲突 我首先亮明泰的 我坚决支持以色列 支持的理由有两个 第一 以色列是民主政权 哈马斯是恐怖组织 第二 以色列在强敌环色中 建设了一个文明的 强大的 繁荣的现代国家 而哈马斯将国际援助 中饱私囊 上成成为亿万富翁 一般百姓是贫穷 落后愚昧 因此我坚决支持以色列 那么我再预测一下战争的结局 那么战争开始 哈马斯偷袭成功 洋洋自责 但是呢 这场战争已经注定了 哈马斯的灭亡命运 以色列本来一直想解决 这个加沙问题 彻底解决 其实就是彻底尊并 但是苦于国际压力 没有充分理由 如今哈马斯送上了理由 这叫做自作孽不可活 别看他今天欢欣故舞 欢呼胜利 很快就会惨叫着走向地狱 最后巴勒斯坦 将没有一块可以立足的领土 将成为一个纯粹的流亡政权 这就是我预测的战争结局 这就是我预测的战争的战争 非常感谢大家的 未来的战争